早上十点三十二分继续来聚焦的最新连线焦点 台中市这位男子躺在图书馆的沙发上头呼呼大睡 醒来时才发现管理头人员都下班了 门也关起来 而他在里头受困半个小时 我们立刻连线记者林建文 是主观众 透过监视器可以看到这名戴着眼镜的男子 在图书馆里慌慌张张的走来走去 而且呢抓抓头摸摸脸的 因为他在图书馆竟然是躺在沙发上呼呼大睡 等到醒来的时候才发现 工作人员竟然全部都下班了 而且没有发现他还躺在沙发上 就把门给关了起来 灯也关掉了 他赶紧跑了出来 打电话向警察局来求救 那么这名大约四十岁的男子 是在三月九号下午五点多的时候 打电话向警察局来报案 他表示下午呢 来到这个大理区的得分分馆来看书 因为觉得有点累 躺在沙发上来休息 没想到醒来的时候 竟然发现睡过头了 被受困在这个图书馆里面 因为工作人员没有发现他 就把门给关了起来 他大约在里面受困了半个小时 慌张的打电话向警察局来求救 那么警察局赶紧联络这个图书馆的人员 前往开门让这个男子来脱困 那么事后图书馆也赶紧向男子来致歉 表示当天应该是工作人员 没有注意一时疏忽 没有发现呢 这个沙发上还有人躺着 就直接下班了 也表示呢 在关门之前都会放音乐来提醒民众 不过其实有相当多的人喜欢到图书馆 在这个沙发上面呼呼大睡 才会导致这个受困意外的发生 媒信长文章 我最新情形把镜头交还给 放音乐不过